人医的养成是一条艰辛漫长的道路 还没期望停留患者身心病痛 以爱与关怀 丰富最初投身医疗的热情 使命 今日 医师们成就了过去的不可能 明日 一样高山 一样大海 这股力量持续驱策迈步 冠心病 现代人最常见的心脏疾病 因血管老化而逐渐阻塞 严重会引发致命的心肌梗塞 我心脏里面有三条 阻塞两条 我很赖鼻 我不起看 突然之间 警告你两三次 就来一个下马威 很重很重 把你打到地上 为了救命 医师必须重新开启血流通道 让心脏不缺氧 血这里流不够 从水塔这样子绕过来 修水管 我们叫做冠状动脉绕到树 心脏外科医师张晏 台湾极少数采用全动脉 重现血管的医师 即管医界公认动脉用于静脉 但是执行上却有高门槛 动脉它臂比较厚 你一个操作不好 它里面那个层次会 像三甲板会裂开 动脉也比静脉敏感 你说说刺激它一下 它就净乱了 为了病人更好的手术后复原 张晏采用达魂心机器手臂来辅助 这虽加惠了病患 却苦了一失 心脏是没有停止的状态 那所以说切开的血管 会这个喷出很大量的血液 那很多时候就是在 必须要在这个视野非常差的情况之下 来进行这个缝红的动作 这个攸关着病人生死的手术 那时候开到我会怕 这群自称修心者的心脏外科团队 全世界很多外科医生都不知道可以这么做 为了病人将挑战科技的局限 与老天爷抢命 我做医生的工作我违心无愧 我经历我的做了 后面的结果是怎么样 看老天的意思 不要怕 不用怕 来 可以 我帮你急着 加油 因为有管制的关系 所以我们尽量尽可能在一点钟之前通过 来 请坐 什么问题 心脏外科的门诊 面对的往往是攸关生死 在进展下去的话 我会越来越喘 主要我是不想开刀 因为我年纪大了 八十岁了 有人承受抉择的压力 也有人如是重负 我们的超音波做出来是没有任何东西 没有啊 我要给你积个弓 我已经坦特固 没有 这个东西 好久了 心脏就那么一颗嘛 心脏病要动到外科了 非同小科的事情 所以大家有心理很大的压力 它的确就是生于死 心脏外科医师张晏 超过三十年临床经验 最擅长冠状动脉绕道手术 俗称搭桥 主要是解决冠心病的问题 也是心脏疾病中最常见的类型 冠心症基本上就是一个血管老化的现象 大部分的冠心病都是有症状的 有潜虚的症状 他一运动不行了 他爬楼梯不行了 他抽烟的时候不行了 他感冒 他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他就会跑出来 通常这类的病患都有高血压 比例是很高很高 有糖尿病 冠心病是因为攻击血液的冠状动脉 失去弹性 冠病变后变硬 内枪逐渐阻塞 造成血液不流通 心肌缺血坏死 会出现心脚痛 心肌梗塞 甚至可能猝死 你要护士他 那有些人的警告 来得就比较凶一点 突然之间 警告你两三次 就来一个下马威 很重很重 把你打到地上 赖运心 典型的三高病人 两年前做检查 就发现有血管阻塞 我心脏里面有三条 堵塞两条 一条血管 在中间快断掉了 我很赖皮 我不去看 一年前 突发的心肌梗塞 让他差点寿命 山上踩那个竹子 我踩到三只而已 心脏就受不了 就开始这样 呼吸就很急 这一天赖运心完成冠状动脉 绕道手术一周年的回诊 医师要评估他的复原状况 你现在就是保养 保养就是散步 没有给你什么特别的 然后出去吃东西注意一下 还是清淡口味 赖运心跟许多冠心病人一样 当心脏内科的药物或心导管 都无法解决时 就可能要面对外科 像是水电济师 在阻塞的血管外 再重建一条管路 这条管路 假设在这里不通 那你就在这个地方 切开来 这样子接上去 缝上去 那一血这里流不够 从水塔这样子绕过来 出水管了 而接管的品质 自然会影响血流通畅度于使用年限 替换心脏动脉血管 当然还是用人体其他动脉血管最为适合 一届许多临床证据显示 采用动脉进行绕道手术的患者 再次阻塞率与疾病的再发率 都低于使用静脉绕道的病人 从两年五年甚至十年的观察 都是如此 静脉的缺点呢 它就是它很薄 它只能承受这个正常的血管 大概承受50毫米红柱是它的上限 可是你要知道 人在正常的血压就是100多 你生气的时候150 160 很显然这种血压 如果再用静脉来承受的话 那个静脉会受伤 80岁的杜俊元 是张晏20多年前 全动脉绕道术的病人 这么多年来 持续到心脏内科回诊 心脏状况稳定良好 两年前历经一场大病 还好因为心脏功能正常 让它撑过险境 修养了三个月 就是100天 然后就很规矩的 做一些复健的动作 走路 复健的动作 是做得很努力的 但也不知道说 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不知道 30年来 张晏累积了上千例 向杜俊元的个案 是亚洲执行全动脉绕道手术 最多的医师之一 然而有趣的是 医界虽然说动脉比静脉好 但全球的趋势 却仍以采用静脉绕道手术为主流 这是因为动脉结合的技术 门槛相当高 动脉它臂比较厚 你一个操作不好 就它里面那个层 就会像三甲板会裂开 那动脉也比静脉敏感 你稍稍刺激它一下 它就筋乱了 客观的估计 大概你完全是用动脉 来做这个绕道材料的话 你耗的时间 大概是筋脉的一半到多一倍 手术团队的另一位医师 罗崇佑是张晏的学生 他常年跟着张晏医师 他表示张晏不仅缝合血管技术高超 而且他必须在心脏 不停跳的情况下执行 更加困难 心脏跳在某个角度的 那一瞬间把针勾进去 所以那需要非常非常高的一个稳定度 还有一个就是个性上 要非常非常的冷静 那很多时候我们在开这个刀的时候 因为它是一个心脏是没有停止的状态 那所以说切开的血管 会这个喷出很大量的血液 那很多时候就是必须要在这个 视野非常差的情况之下 来进行这个缝衡的动作 手术门槛高 还要承受维护病人生命安全的风险 但为了病人的愈后 30年来张晏依然坚持采用动脉绕道术 你开个第二次手术真的是耗精神 那你不用讲你都耗这么大的精神 那病患的麻醉时间受的苦那更长了 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能够做一个手术一劳永逸 你干嘛要做这种还要再换第二次 如果能够用好的材料 你就不要用这种比较差的材料来做嘛 经由简单的手术前训练 来避免手术后和病症的发生 72岁的张涛冠 罹患冠性病多年 血管反复阻塞 做过几次心脏支架 但是去年的定期回诊时 又发现有异状 平常我运动那个爬楼梯 都没有发现异常 但是做运动心练毒的时候才发现 运动心练毒做完以后 我的胸口很痛 原来左罐状动脉有三处阻塞 其中一处无法放置支架 唯一只剩下外壳绕道意图 饮食我已经很清淡了 运动我每天都在做 我在想 工作控制可能只会 延返那个进程 那严重的进程 但是最终可能三年五年以后 还是要做 早安 下来之前你都会很紧张 握起来 放松好就放松了 这个白的部分就不见了 这表示这边也是通的 当然我们最后还是要看 这个取下血管的品质 手术前两天 主治医师张晏 前来确认病人 左手的饶动脉状况 以及对术后影响很大的呼吸训练 超过了 3250 不错 除以二有1600 通常有时候和我打对着 而另一个 让张涛冠决定开刀的关键 就是达文西机器手臂 这与传统开胸断肋骨的方式 伤口相对小了许多 不用锯骨头了 它只是把肋骨分开 所以你不用锯骨头 手术后病患 就无要力经历 这个骨头愈合的这块问题 靠这个血液 把氧气还有氧分 带到我们各个器官 这天是术前的说明会议 由罗崇佑医师 说明手术的过程与细节 前两次是在这边 然后这个中间动脉 是大概在这个位置 这是中间动脉 赵一生这是您的问题 就是这个左边的 主观状动脉的 这个重要的分支都有问题 就出现这个厉害的 这个狭窄的现象 从病灶到手术方式 还有术后可能出现的状况 罗医师一一说明 为了就是让病患安心 做好心理准备 张燕是很有经验 他做的病例非常多 那这样子我们就比较有信心 对啊 可能是跟着他跳 你觉得是跟他跳吗 对啊 来来来 我们再看看 另一方面 医疗团队也会针对手术 进行沙盘推演 张涛冠的左冠状动脉 总共有三处阻塞 分别是前降脂 中间脂 以及回旋支的分支对原支 首先将内乳动脉 用达文西手臂 从胸臂上分下来 再将手上的饶动脉 串接三条阻塞的血管 让彼此间血液流通 最后再接上 连接大动脉的内乳动脉 由于达文西手臂的稳定 让内乳动脉可以取得更完整 以前我们取下来 单单内乳动脉 一条光溜溜的血管 那我们中间有一些分支 你觉得够粗了 跟这个冠状血管是配合的 你可以取下来 所以你取下来的时候 这个在跟大家串的时候 它还有一些分支 可以接到一些旁边的 一些分支血管 这样子你就在我们说血流重建 可以做得更完整 机器手臂取下内乳动脉之后 最高难度的血管缝合上场 这个挑战在于 达文西微创的开口较小 视野有限 心脏不停跳下进行 医师就得像狙击手一样精准 微创的医师的话 他们常常必须要在一个 很小的一个焦点 很小的一个视野来工作 那常常在视野以外的 这个局势是他们是看不清楚的 发生这些难关的时候 我们都没有办法确定说 这样子做 病人会不会有机会存活下去 但是教授他一定可以 这个一定可以这个 冷静下来 然后用他最好的一个状态 把手术把它结束 要连接的三根血管中 回旋支与中间支 都在相当偏的位置 对于手术的成功率 有着关键的影响 清晨的台北茨基医院 传来庄严的佛法声 张晏也在其中勋法乡 我们进开刀房真的是很多未知的 当你送了一些筋 心情就稳定了 你表现就会比较正常 四十年前 台湾心脏绕到手术才刚开始 医界对于动脉静脉的接法 也没定论 刚生主治医师的张晏 每天面对很多血淋淋的未知 晚上经常噩梦 从那时开始 佛经进入了他的世界 特别是读了金刚经以后 慢慢就觉得你做手术 你也不过就是全手经眼中的一只手 一只眼 也就是这样子 体认到这一点 负担就不会那么重了 我觉得蛮好的 我真的觉得蛮好的 这样子做 失败的经验几乎没有 佛法师助力 也是张晏在行医路上自行的警钟 仅替自己用良心做对的事 他以修心者自称 其实是在提醒自己 我的工作我本来就是在修心 我本来就是在修理这件事情的 那只是年龄长了 那修别人的心 那修我自己的心 进入医生的初心是什么 你就维持那个初心就好了 没问题了 精神气色看起来都很好 放心 好 麻烦你 谢谢你 加油 加油 手术当天 张涛冠在太太的陪同下 进入手术房 进行麻醉准备 第一阶段 先取左手的饶动脉 由罗崇佑医师负责 我们早上要先帮病人 拿这个病人左手的饶动脉 作为我们冠状动脉 绕到手术所需要的这个血管材料 那等一下我们会帮病人先消毒 然后布置成这个无菌的工作台 然后等一下我们手术 所以正式开始进入 九点半一到 手术正式开始 应该预计要钻基 手臂扶助 冠状动脉脉上手术 接近十二点第二阶段 打温西机器手臂上场 由张晏医师负责取下左胸的内乳动脉 它在这么小的东西 放大了那么大的倍数 所以又很稳定 所以它可以做很灵巧的事情 而最后一个阶段 缝合血管也是血流重建的关键 结果位于左心后方的回旋支阻塞 张晏几乎看不到 中间支勉强看到一点点 但是你回旋支是完全看不到的啦 所以我们在做手术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心脏调动位置 过度移动心脏会影响病患安全 如果放弃了回旋支 血流重建还可以达到八十分 让病人活下去不是问题 这当张晏要放弃时 出现了另一个声音 可是我们罗大夫在旁边看了 他说 主任 这回旋支还是蛮大支的 他的意思是说 再努力一下吧 就又多花了半个多钟头 一个钟头 去拨这个心脏 这个血管的确是 还有它的重要性 就是在心脏的侧臂上 已经是没有其他更大的血管 可以来供应这个心脏侧臂的 这个血液血管 我想对于病人来讲 如果他自己本身是一个 对疾病状况了解的病人的话 他应该心理面上会 应该在心理上的这个帮助是很大的 团队相互的鼓励与坚持 突破了这次困境 达成百分之百的血流重建率 手术后四十天 张涛冠回诊进行追踪 我现在就是心跳会快很多 以前都差不多五十四 我剩下七十几 钢手术 没有常常钢手术你不记得啦 钢手术会跳到一百多 一百到一百二之间 对 那随着你的活动量增加 你只要一静下来 他心跳速度马上就向下来 你一活动他就上去 他会起起伏伏 但是随着你的活动力增加了以后 他升上升的就不会那么多 输后一年未来的每次回诊 密切追踪血压和心跳 张涛冠遵照医嘱 控制体重与运动 已经可以看到成效 感觉血液循环会比较快 因为心跳加快比较多 脚那边皮肤有点 颜色有点变嘛 因为现在颜色都退了 早上折一次 下午折一次 从半个小时 那三十几分钟 这样子一直的 现在可以走到 每一次可以走 差不多一个小时 开心的病人 我也鼓励他手术完 他每天尽可能的话 去三个步 走个一万步 对于比较年轻的 我还会要求他们 走到一万五到两万步 那我自己每天早上 晚上也是有空的话 会出来走走 大概总结每天 一万步到两万步 对病人复健的要求 张涛与太太也当成是 自己健身的训练 我姐夫跟我母亲 都是他的病人 我们家都非常地感谢他 他们心脏外科 是属于一个非常高风险的科 所以他都常常说 心脏只有一个 所以那个病人 如果能够救活 就没问题 可是如果出一点事情 就非常地严重 所以身体的 要把自己平常的时候 身体就要非常的 医生自己本身 就要非常的注意 自己的身体 这样子才能够有体力 还有脑力 让病人在最好的状况下 得到最好的医疆 脱下白袍 跟在手术台一样 张晏都是一个 低调却持之以恒的实践家 采用全动脉心脏绕道 进而结合新科技 十年来创下了 达文西八百例的第一记录 成功率95%以上 追求的是一个简单的信念 一个成为医师的最初心 对的事情 有一些东西是蛮辛苦的 我认为这件事情 是对病人好的 那这件事情基本上是 没有什么太大的错误了 我做医生的工作 我温馨无愧 我经历我的做了 后面的结果是怎么样 看老天的意思 这样子我没有负担 我做医生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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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小医生的工作 我做医生的工作 你们可以做医生的工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